我們看第四題 他說這個圖 是這個函數圖形的一部分 然後他說這個函數 他的周期是kπ 現在問kab 各多少 我們先來看 看這個函數 首先他有沒有伸縮 第二個他有沒有平移 這個函數的話 往左退內三個派 就變成一個cos的圖形 不過這個cos的圖形 Y方向膨脹兩倍 也就是說 這個函數圖是有什麼呢 有cos X Y方向膨脹兩倍 然後再來我們看 他有沒有伸縮 首先我們看 這是波宮 到波谷的地方 這個多少 剛好半個周期 325π-3 2π 3分是300 等於π 我們知道 這個剛好半個周期 我們知道這個 整個周期2π 本來cos的周期就是2π 所以這個函數圖形 所以這個函數圖形 X方向沒有伸縮 再來他平移 他是從這個地方平移到這裡 所以平移到這裡 平移到這裡 平移了32π 所以這個人 他是往右平移 所以是負的 減掉32π 現在的話呢 有一點什麼 有一點令人擔心的就是說 他這個外方向有沒有可能平移 看起來是沒有平移的 因為他好像是 上下的大小都差不多 那我們驗證一下就是說 他外方向有沒有平移的話 驗證這一點 因為他有提供這一點給你 他沒有提供這一點 如果他提供的這一點點是負二的話 那確定呢 外方向沒有平移 我們就給他帶帶看 我現在X給他帶點 當我X帶點的時候 這等於2倍了 cos 3π 是120度 第二項線 所以是等於2倍 負的cos 這個上面是π cos3π 是cos60度 這是二分之一 負的二分之一 所以是等於負一 也就是說 你X帶點的話 Y等於負一 沒有錯了 所以這個函數 這個正顯或余顯都可以講 經過平移以後 正點可以看平移 這是余顯 上下沒有移動 他往右邊移動上的2倍 好 所以這個答案是對的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展開 展開以後 等一下對應係數 就可以得到什麼 得到我們A跟V 好 首先 這個函數就是他 周期都沒有變 所以這個實際上是等於2π 周期沒有變 這等於2倍多少呢 cosα cosx cosx cos多少 cos3π 加上sinx sin 3π 3π 這是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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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之一 這是正的 正的二分之格納三 所以這兩倍的 二分之格納三 這把他拿到前面來 3x 這負的二分之一 減掉二分之一 cosx 這樣我會就得到 根號3 3x 減掉 cosx 所以A 這是根號3 這是A 這是 B B B 所以 所以 這個 他是要問什麼 問這個系組 K A B 所以這個系組 K K 是2 那 A 是跟上3 那 B B 的話是負的 所以 就是他的系組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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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